诗篇第八诗篇 也属于这一个系列当中的之一 都是属于这个叹息诗 我们可以说比起这个个人的叹息 更因为是关乎整个国家命运的 所以可以说是国家性的这种叹息 那这个诗篇的结构是非常明显的 每一小节后面结束的时候 都有一个我们说用现在的 所谓的像副歌一样 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 用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 然后这个也是万军之士 求你使我们回转 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得救 这样分成了四段 分成了四段 然后具体看的话 一节到三节是关乎求拯救的祷告 然后四节到七节是描述了 上主现在的愤怒 然后八节到十四节下上半节呢 说到了上主过去对百姓的怜悯 然后最后呢就是十四节下半节到十九节再一次求拯救的祷告 那这个经文呢其实描述的内容基本上也是在主前大概八世纪左右 七八世纪的时候也就是说在以色列百姓被掳那个时期 整个国家遭遇这种灾难性的打击 北国是在亚述的攻击下 然后亡国的嘛 公元前722年亡国被掳 那么这个时候呢 在这样的灾难当中 诗人这样的祷告 那一节里面提到了 约瑟称呼神的名字的几个特别的称呼 都用这个分词短语 然后在这里面说到 领约瑟如领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 我们留意诗人每一次称呼上帝的名字 不断的去换的时候 都表明了一种信仰 一种认识 对神的认识 一种关系 以色列的牧者 形容上帝为以色列的牧者 向领羊群的以色列的牧者 当然这个概念我们说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诗篇二十三篇非常著名的 牧者不只是形象的 让我们看到像中国教会 常常贴在什么教堂里 礼拜场所里面 是个像一个人抱着一个羊 形容主耶稣是好牧人 我们是羊 这样的图画 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 比起这种我们一般概念上的牧者 更高的一个层次 牧者更多的概念是王 形容以色列的王 以色列的王去看顾 保护引导 眷顾拯救 这样的角色 耶和华 以色列的牧者 求你留心听 然后谈到了 坐在二纪路伯上的 二纪路伯 出安基地之后呢 造约柜的时候 神吩咐摩西在约柜上 有一个盖子 盖子上呢 是由两个基路伯 伸开的 对着的这个基路伯 伸开的翅膀 遮盖的 上帝的宝座就建立在 那个盖子上 基路伯的翅膀的 遮盖的这个音像 那个器件 所以我们说 那个宝座又称为盖子 又称为赎罪的座 然后又后来 因着赎罪又延伸成为 施恩的宝座 所以坐在二纪路伯之上的 就是强调 那个约柜上的 那个神立他名 要在那里显现 所以大祭司要进入到 至圣所去赎罪的时候 是向着那个方向去谈许 在神的面前 为自己和百姓赎罪 象征着神的宝座 称那位经过出埃及 立约与以色列百姓之间 形成这种 约恩约的联合的关系的 那位上帝 那那个宝座就象征着神的统治 神的临在 神的居所 神在地上临在的居所 更重要的神那里面 象征着神的统治和王 王座 不只是显现赎罪 更谈到了呢 就是约会带领 以色列百姓 约会走到哪里 以色列百姓就到哪里 在旷野行军的时候 约会在前 进迦南的时候 约会也在前 他们征战的时候 基本上也是 都在耶和华 坐王 统帅下 顺从耶和华的时候 他们才能得胜 求你发光来 在以法连 别亚米 马那西 那这里面提到了约瑟 约瑟 这里面我们看到 以法连和马那西 是约瑟的两个儿子 然后别亚米和约瑟 都是拉杰的儿子 那在这里面 我们就很难理解 以法连和马那西 可以说是北国的 这个属于 以色列的两个制派 然后别亚米 是因为跟犹大联合 他属于南国犹大 为什么混合在一起呢 所以有的学者认为 他们只不过是 这种体育法 用局部代表 整个以色列百姓 所以在神的百姓 在以色列百姓面前 施展大能的 求你在我们面前 施展大能 来搭救 可见他们遭遇了一些极难 他在神的面前 求主倾听他们的祷告 他求主发出亮光 那这个发出亮光 我们待会说 求你的面光 发光 脸发光 我们一起做解释 来拯救我们 然后三姐 神啊 求你 使我们回转 使你的脸 发光 我们便得救 这是在怎样的处境当中 我们刚才说是 被掳 那个时代 上帝 因着以色列百姓的 悖逆和反叛 所以上帝就审判 以色列 或者说管教以色列 然后将他们交给不敬畏神的外邦 让他们任意被外邦这些不敬钱的人 甚至仇敌裸掠 因为他们拜偶像 因为他们不忠信 不守约 不爱神 贪恋无花饼 贪恋神的祝福 却不爱神 爱神的赏赐 却不爱神 然后他们却因着上帝祝福他们的父子 反而腐败 这样的情节 在《荷西阿书》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表明得非常明显 上帝的祝福 反而让他们败坏 上帝的赏赐 反而让他们不败 不是因为上帝祝福的本身 而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心灵的软弱 他们的自己的败坏 因着神的祝福 我们所谓的什么富贵不能赢 贫贱不能趋 但是在富贵当中 他们就败坏了 他们无法承受 结果上帝祝福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因着这个淫欲 就去拜偶像 去效法外邦 然后效法东方的恶俗 和迦南当地的文化就通婚 文化也混合 宗教也混合 然后等等 他们不专心追随 那个实行大能 把他们从埃及当中释放出来 让他从埃及为奴之家 获得自由 象征着救恩 又在西南山下立约 与他们立约的这位神 带领他们旷野 经过征战 南征北战 将迦南地赐给他们 让他们住不是自己建的城 吃不是自己耕种的地 所结的果子和菜树 所以他们在这样的恩典当中就堕落了 正好是今天 当今教会的写照 所以当他们堕落的时候 上帝当然不会任凭他们 上帝就拆请先知去责备 警戒他们 但是他们仍然刚硬悖逆的时候 上帝有的时候 甚至用暂时的 约旦河东的 或者是他们旁边的菲利士人 这个周边的这些异族去进攻他们 我们看到世事记是最好的写照 当他们没有专心去依靠神 去与留在他们中间的这些 迦南七族混合的时候 堕落的时候 上帝就让他们成为他们内下的经纪 然后周边的什么亚门 摩亚 菲利士等等 这些国家就开始欺压他们 罗略他们 积淀等等 那最高峰的时候 上帝就将他们交给巴比伦和亚素 所以在这样被掳 被欺压 被管教 被审判的过程当中 遭遇灾难的时候 就像我们79篇里面所看到的 圣殿被毁等等 这样的诗人就在神的面前祷告 神啊 求你使我们回转 使你的脸发光 我们便要得救 现在他们所遭遇的是亡国 他们所遭遇的是被异族所掳掠 欺压 所以诗人在 他意识到了 他们如今遭遇这一切是出于神 那上帝审判他们 上帝把他们交于仇敌 其中根本原因是因为自己 这些以色列百姓被盗的缘故 所以他祷告的前面 先是在祈求上帝拯救的时候 他所要求的是 使我们回转 使我们回转 原文里面又可以说是复兴 这个复兴不是我们今天概念的 所谓的复兴会的复兴 真正的复兴是人们从离开本位 又重新回归 归回本位 回转 换句话说 回改 回改比起承认罪恶 更重要的是强调 从那种原来的本位 偏行几路当中回转 回到应该有的正确的生活和状态当中 所以回改就是复兴 复兴就是回归 我们看到历史当中 那些所谓复兴运动 比起什么方言 恩赐 神迹 医治 更重要的 本质性的是 那些人开始离弃罪恶 回转归下神 冰冷的心变得火热 对陷在罪恶里面的这些人 开始悔改离弃罪恶 甚至我们看到英国也好 美国也好 复兴的时候 酒吧 整个街道 什么那些舞厅 酒吧 那些夜乐场所都关门 这种 这种我们看到强烈的圣灵坐公下 使人的整个生活 态度 样式都发生变化 所以 世人他看到了根本的原因 不是因为上帝不恩慈 乃是因为我们 被你偏心几路 离得 走得太远了 所以上帝实行审判和管教 因此他在祷告 求神转回 转连施恩给他们之前 是求上帝使我们回转 求主使我们刚硬的心回转 求主重新复兴我们 当然我们不可否认 在当时的意义当中 求主复兴可能有包含着 从被掳之地回归 从这种惨状当中 重新恢复到 上帝曾经祝福他们 那个拥有自主权 那种繁华 那种复兴 但是求主使我们回转 世人在这里面 我们根据上下文章来看的话 更多的是 从这种被盗当中转离 回转 回转 回改 神啊求你使我们回改 这是何等重要的祷告 基督徒也是这样 我们常常感到 乏力 常常感到软弱 我们不要 轻轻呼呼的说 哎呀我软弱 跟别人互相分享软弱 好像表现自己很谦卑的样子 比起这样 主啊求主使我回转 软弱是形容我现在 落在试探当中 我的心也不爱神 我也没有力量 明明知道神的旨意 却无力顺从 这种状态 我们称之为软弱的话 那为什么软弱 分明上帝已经拯救了我们 分明借着基督 我们与上帝联合了 与和好了成为他儿女 在基督里应许的那个丰盛的恩典 已经临到我们 为什么我们软弱 不是别的 是因为我们陷入试探 我们的心转离了神 长期这个心思 不昼夜思想也有话的话 不专注神的事情 总是体贴肉体 顺从肉体的私欲 这样的状态的话 我们就成为肉体和情欲的奴隶 然后我们的心灵就憔悴 疲惫 没有力量 如果我们真的是正常的话 我们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昼夜思想也有话 渴慕神 昼夜在耶和华的殿前 仰慕渴望的话 我们灵里面一定充满上帝的 如同骨髓的肥油一样 享受丰满 享受喜乐 享受满足 享受力量 一定会结果是的 为什么软弱 因为我们转离的缘故 所以比起告白自己软弱 彼此弟兄姊妹之间 我软弱 当然我们互相交通的一样 但是我发现很多基督徒 只是停留在告白 我软弱 我软弱 他们却从来不知道 如何从软弱当中摆脱 告白软弱固然意识到自己 这种光景很伟大 甚至表现出某种谦卑 但是更重要的是 不要只是躺在软弱的泥潭当中 不作为去躺平 然后只是承认 告白我软弱而已 更重要的是主啊 给我力量 像保罗所祷告的 在以赴索里 祷告的是 求神照着他荣耀的灵 使我们心里的力量 刚强起来 认识到自己软弱很重要 总比刚硬麻木的 对自己属灵状态 没有感觉 不关心 也不知道现在的光景怎么样 完全沉浸在世俗肉体的艳乐当中 完全活在自然人的这种状态当中的人 对自己现在的光景毫无知觉 然后还活得好像挺自在 没有任何的这种灵里面的愁苦 这样的人要强得多 但是不要只是告白 主啊使我回转 我没有力量 但是主啊求主给我力量 使我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诗篇之所以宝贵 是诗篇把我们整个人的属灵的各种状态 都很好的描述出来 我们可以对症下药 当我们发现我们有问题的时候 可以求神光照我 谁知道自己的罪呢 求你赦免我隐尔未陷的罪 求主拦住我不犯任意挽为的罪 求主光照我 使我知罪等等 或者说有的时候我们看到 求主使我回转 求主使我这个衰弹的日子 重新得力 等等 这都是成为我们很好的 在不同状态当中 可以用来祷告的内容 求你使我们回转 我们的心何等的刚硬 我们凭自己没有力量 但是主啊 让我回转 为我造清洁的心 使我重新有乐意的灵 侍奉你 让我有正直的心 清洁的心 为我造清洁的心 清洁我反复强调 这个清洁不是什么 单纯我们认为的干净 没有一尘不染 那样的心是不存在 清洁的心是专一 专心爱神 我的心太容易被奔散 太容易 这个遗亲别裂 太容易脚踏两只船 心怀二意 主啊给我专一爱神的心 忠心专一清洁的心 让我像既然做你的心腹 让我爱你就专心爱你 不朝三暮四的 以色列百姓朝三暮四 不专心跟送神 一方面效法他们的东方的恶俗 侍奉他们当地的偶像 另一方面又侍奉神 一面惧怕神 另一面又侍奉偶像 所以上帝啊 给我造清洁的心 让我专一爱你 求你使我回转 然后他紧接着是 主啊 用你的脸光照我 使你的脸发光 什么意思 这是就像亚伦的祷告 求你用愿耶和华的脸 用耶和华的脸光光照你 这是上帝施恩的意思 在上帝面前谋恩 上帝的恩典领到你 祝福你 赏赐给你 上帝的怜悯 领到你 上帝的同在 灵格祝福 临到你的意思 求主使我转向你 也求你转脸 使恩给我的意思 先带着悔改 让我悔改归向你 从不谋生喜悦的光景当中 转回 回到神的面前 主啊恩待我 像浪子一样 在那种流浪的状态中 回转归向 悔改和父亲 寻求和好 我不配做你的儿子 哪怕做到你的奴隶 这样的悔改的时候 他才恢复 这个儿子的地位和身份和特权 给他衣服 给他穿上这个鞋子 然后给他沐浴 给他夜洗 才享受这样的祝福 所以什么时候灵魂悔改 什么时候转向神 什么时候上帝的恩典 就再次领到我们 这个不是上帝变脸 是我们总变脸 我们总以备备他 上帝即便如同太阳一样 持续的恩典 使恩给我们 但是我们去转离他 我们犯罪 最使我们与上帝远离 我们的心变得麻木和刚硬 我们的心更多的是倾注在 那些神所不喜悦的事情上 或者是以神的祝福 本来一些是中性的事物 甚至是良善的事物 结果因着我们的态度的缘故 我们贪心的缘故 沉迷的缘故 结果变成我们心中的偶像 结果我们便轮作 遭神愤怒 遭神生气的对象 虽然我们今天已经 信耶稣作为神的儿女 以上帝和好成为神的儿女 但是神的儿女 不可能被神丢弃 但是神的儿女往往做一些 令上帝厌恶愤怒的事情 所以上帝对罪的态度没有改变 但是对我们这个人 太改变了 为什么 因为基督的缘故 但是不等于我们去冒犯律法 或做那些得罪神的事情的时候 上帝就仍然 嬉皮笑脸的对此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因为罪仍然是罪 没有改变 虽然他不能咒诛我们 把我们抛到地狱里面 因为基督的缘故 已经悦纳了基督的陷阱 但是他会管教 所以当我们做不公义的事情 仍然是令上帝愤怒的事情 虽然他不会定罪 将罪的刑罚和咒诅 从我们身上已经滚开 因为这是旧约的说法 将我们的罪从我们身上滚离 等等 因为基督的代数的缘故 但是犯罪本身 仍然是惹神愤怒的事情 所以弟兄姊妹 当我们求主使我们回转 求主让我恢复一个正常的状态 这个才叫悔改 悔改不只是单单的知道自己的罪 承认罪而已 悔改是主啊 使我回转 转离现在的这种不合乎神心意的光景 转离这种错误的人生目标和方向 转离这种错误的价值顺序 上帝透过基督救赎我们 不只是给我们擦干净我们身上的污秽 让我们得以进入到神的国 更重要的是 还有一个就是活在地上 恢复我们的价值顺序 恢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秩序生活目标 我们的价值观如果没有改变 先求神的国神的义 我们的价值观没有改变 积才于天 我们的价值观如果没有改变 的话 我们的生活是不可能改变的 一个人生活之所以改变 是因为他价值观改变 承认罪是什么意思 上帝认这件事情为罪的时候 我就跟上帝说一样的话 承认是和上帝说一样的话 说这个话是形式 那内在的变化是认识上的转变 悔改希腊语的意思就是 心思意念的转变 心意的更新 当原来以为这是善的事情 因着圣灵的光照 我们发现这是得罪神的事情 所以把这个事情定 神定罪的事情我也定罪 所以我和神说一样的话 说一样的话的原因是 我的认识上与上帝一样了 因着上帝的光照 我和上帝一样 视这件事情为恶 所以我承认这件事情是恶 所以在你认罪之前 你发生的是认识上的变化 价值判断上的变化 世界观上的变化 这就是信仰 内在整个三观认识 价值 世界观都改变了 态度自然就变化 所以表现出来的主要我得罪了你 为什么 你已经对这件事情有正确的认识了 你的思想先正了 然后认识正了 所以才对这件事情 发现这件事情原来是得罪神的猜 恨恶这件事 才为这件事情承认罪 承认这件事情得罪了神 主啊赦免我的罪 求主使我脱离这罪 所以这是第一节到第三节 求拯救的祷告 求上帝转回 之前求上帝使我们转回 求上帝转回 重新示恩给我们 就我们脱离这种光景 四节到七节 上主的现在的愤怒 耶和华万军之神 你向你的百姓祷告发怒 这帮百姓一面侍奉偶像 一面贝利神 一面礼拜神 藐视耶和华律法的人 他们的祷告也是可证的 箴言书里面说到的 所以我们应该反省 我们的礼拜是不是蒙神悦纳 我们的礼拜是否蒙悦纳 和我们的生活有关系 平时不顺从神 然后献牛羊 以赛亚书里面 平时不敬畏神 然后去献上虚浮的祭 马拉基书 等等 都有关系 礼拜 崇拜聚会 我们说主日 或者周三周五 敬拜 礼拜 是整个生活都是礼拜 整个生活就应该礼拜 但是生活的礼拜 失败的时候 那么 崇拜聚会的时候 会不会成功呢 往往是失败的 所以 要想献上成功的崇拜 我们的生活应该留意在神的面前 但是问题是 以色列百姓呢 他们平时就失败了一塌糊涂 结果他们又守节 又献赎罪祭 一面杀人流血 先知书里面用这种 启示文学的手法 讽刺他们 一面杀人流血 双手沾门了人血 然后一面又来献祭 上帝说 你们的祭物令我厌烦 所以弟兄姊妹 为什么 上帝向他们的祷告发怒呢 不是因为祷告本身 因为他们作恶 生活一塌糊涂 然后又献上这种虚假的 有口无心的祷告 当然令上帝发怒了 你以眼泪当食物 不约纳神他们的祷告 不约纳他们的礼拜 这种光景就非常悲惨 想想吧 一个基督徒 灵里面和上帝已经隔绝 陷入到那种 祷告也没有感觉 礼拜也没有感觉 那种灵里面的痛苦 是非常痛苦的 这本身就是一种灾难 上帝 你向我们的祷告发怒 要到几时呢 你不听我们的祷告 厌恶我们的祷告 不约纳我们的礼拜 要到几时呢 我们的灵已经枯干 得不到滋养 好像活着 却是死人一样 这样的光景已经太久了 主啊 怜悯我 让我的祷告蒙女月纳 让我的礼拜蒙女月纳 和你的交通能够通 能够得到你恩典的滋润 让我活着像一个活着的人 我们主人牧师前一段时间 不讲了这个所谓的明亮 就是快乐 你既可以讲喜乐 又讲快乐 一般的概念就是快乐 基督徒为什么活得不开心 不快乐 这个快乐 不管是肉体的那个快乐的快乐 灵力的问题 一个人和上帝的关系不正常 他没有喜乐 他不可能快乐 不快乐就是不幸福的意思 当一个人的祷告不蒙月纳 礼拜不蒙月纳 礼拜事奉当中 经历不到神的灵在的 这样的事奉 这样的礼拜的时候 他能快乐才怪的呢 好像活着实际上死的 很痛苦 那么你说我既然生活已经失败了 那我就主日不去了 反正失败了 上帝不约纳 那个不是真正基督徒应该想的 发现自己光景这样不正常的时候 如何恢复才是吗 主啊我软弱 求主使我刚强起来 主啊我无法胜过这个罪 求主给我力量胜过这个罪 就我脱离罪恶的捆绑 不容任何大罪挟制我 这不是这个时候应该祷告的吗 主啊我如同一空野驴一样 这个在旷野里面肆意奔跑 不服约束 不顺从圣灵 不服你话语的约束 不接受治理 不让你做王 这样的野驴一样的本性 主啊使我回转 不要任凭我偏行己路 不是这个时候应该做的祷告吗 你眼泪为食物 你多凉出眼泪给他们 给他们吃给他们喝 意思是让苦难充满他们的生活的意思 遭遇苦难的时候当然苦了 对不对 为什么遭遇苦难 上帝为什么以苦难给他们水喝 以苦难当饼给他们 先别想着安慰 是因为他们悖逆犯罪的缘故 所以让他们遭遇苦难吗 等他们悔改的时候 先知以色列才说 上帝随而以苦难给你们当水喝 以苦难当饼吃 然后安慰他们 仍然有盼望 但是悔改之前呢 就是苦难以眼泪给他们当食物 以眼泪给他们当喝 为什么 悖逆的缘故 犯罪的缘故 然后周边的灵舍纷争 什么仇敌细笑他们 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 七姐又一次再说 万君之神啊 求祢使我们回转 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背逆 背道偏心己路 主啊 让我们这如同野驴一样的人 不要再硬着景象偏心己路 奔自己的路 求主使我们回转 回到正常的创造秩序下 亚当做亚当 亚当不要做神 自己决定什么对错 自己要做自己要做的事情 亚当做亚当 做仆人 他才能做王 上帝让他做王 但是前提条件 让他做仆人时的王 顺从神的话 遵行神的话 这才是他的生命 这才是他完成使命 活出真人的样式 应该有的位置和姿态 但是亚当 虽然有外在魔鬼的诱惑 但根本上是他自己陷入到虚妄的想法 似乎离弃神 在神之外 寻求另一个法则 自己定法则 另一个生活 自己掌握自己的生活 以为在神之外 才有真正的幸福 价值和生命 结果离开神 就是罪死亡 不是自由 而是奴隶 不是生命 而是死亡 不是幸福 而是咒诅 今天的人 不是也是这样 抱着这样虚妄的想法 在生活吗 以为自己的人生 都在自己掌控里面 是最安全的 偏行几路的 结果都在同样一个根本的问题上 跌倒了 主啊 不要我掌管我的人生 你掌管我的人生 不要让我偏行几路 好像追求所谓的自由 好像的私人空间 好像自己的尊严 我们在神的面前讲什么尊严 一个背离神 离弃造物主的人 没有尊严可讲 我们的尊严只有 与上帝联合的时候 我们才活出上帝造我们 赋予我们那个尊严 离弃神没有尊严可讲啊 所以那些离弃上帝 试图追求尊严的人 实际上追求一种虚妄的 自己虚构的 妄想的尊严 实际上反而失去了真正的尊严 今天文化背后里面 那个精神 我们要警惕 那种强调个人自由 主权的所谓的尊严 不是尊严 不是荣耀 而是羞耻 我们作为基督徒 更要紧接这方面 在描述上帝的愤怒之后呢 紧接着他就回顾 上帝过去的怜悯 八节到十四节上半节 你从埃及挪出一棵树 讲到出埃及哈 这个先知文学里面 已经提到了 上帝曾经说什么 像一个大鹰 在旷野里拧了一棵 只能只栽在某个地 然后结果他发苗发望 他就骄傲如何如何 旧约里面常常讲到 神的百姓像一棵树 栽在溪水旁 一棵葡萄树 以色列书最著名的武章 神耶华的园子 葡萄园的歌等等 上帝形容以色列百姓 是树 是葡萄树 上帝栽植葡萄树 葡萄树有一个特性 它长得既不高又不直 它没有办法像香薄树式的 可以造什么雄伟的建筑 用造什么宝贵的家具 葡萄树又矮又弯 你说让它做什么呢 做不了什么 我们看到圣经里面 谈到葡萄树最大的功用 除了结果子以外 还有个功用就做那个钩子 中国人老一辈人 我祖先是山东人 我父母爷爷等等 我看到他们以前 做那个挂在什么房梁上 去晾一些东西的时候 发现他们是用葡萄藤做的 弯一些工具 钩子等等 葡萄树做不了什么 大的什么房屋的栋梁等等 虽然可能做装饰某个部件 但是做不了什么 大了不起的 唯一的长处就是结果子 但是葡萄树 如果像《诗诗记》里面 所讲的放弃结果子 却要做王的话 就离弃了他 上帝赋予他最荣耀的使命 上帝栽了葡萄树 赶出外邦 就是把他们栽在迦南地 强调上帝曾经恩待他们的这些 带领他们出埃及 金箍旷野 应许给他们迦南地 亚伯兰之约等等 你在这个树上预备了地方 然后栽之 爬满了地 他们在神的祝福当中就强大了 然后影子遮满了山 等等描述 这种类比 这种比喻 形容他们在神的祝福下长大 然后结果他们就骄傲了 上帝就拆了树的篱笆 篱笆象征着保护 约伯记里面撒旦曾试探的神 你要拆了他的篱笆 他岂不当场弃绝你 篱笆是象征着神的看顾 神的保护 神拆圈上篱笆 那些野兽 那些狐狸就没有办法进入到葡萄园 去破坏葡萄 葡萄园这个葡萄团 兽粉的时候很重要 兽粉的时候如果影响了 就没有办法结果的 结果小小这个狐狸 钻到葡萄园里乱玩耍的话 就破坏了这个兽粉 它就影响收成嘛 所以圈上栅栏 不让野兽去践踏 不让其他的动物去侵害 这是保护的概念 上帝保护 以至于周边的百姓 不敢侵犯他们 即便他们很弱 上帝使他们敬畏 以至于他们不敢侵犯 但是当上帝拆除这些栅栏的时候 外族就会侵犯他们 去欺负他们 去掳掠他们 任凭一切过滤的去摘取 林中的野兽 野猪也来糟蹋 形容那些不敬畏神的百姓 就来掳掠 欺压他们 剥夺他们 野兽拿他当食物 这都是比喻以色列百姓 过去的怜悯是这样的 美好 结果今天因着他们的悖逆反叛 上帝管教审判他们的时候 教育仇敌的时候 他们就受苦 是带领我们回顾神的恩典 和烦心我们现在受苦的原因 不是因为上帝没有恩典和怜悯 是因为我们背信弃义 远离神 所以才遭遇今天的光景 所以万君之神 求你回转 现在开始祷告主 你转向我们 不要向我们发怒 收回你的怒气 怜悯是恩给我们 这是一个大祭司的祷告的 行的祷告 中宝祷告的祷告 摩西曾经做过 为背道的以色列百姓 上帝想灭了他们 兴起摩西的后裔 摩西说不要 这样的话 别人以为你没有办法 没有能力去带领这些百姓 进入迦南地 结果他们倒闭在旷野 为了你的荣耀 不要这样做 新约里面 中宝基督也做过祷告 主啊赦免他们 父啊赦免他们 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知道 这是最大的中宝祷告 因着中宝基督的代求 我们罪人才能够与上帝和好 因为他自己已经向父 献了这个赎罪的祭 满足了神的公义 所以他的祷告 蒙越纳 恩福才临到我们 赦免赦罪才临到我们 上帝才在基督里面 因着基督的中宝 才接纳我们 最后求整静的祷告 你发现描述这种灾难 叹息求救 然后回顾神的灵敏 描述苦难 回顾神的恩典 然后开始悔改 然后求神拯救的祷告 从天上垂看 眷顾你的葡萄树 右手等等等等 兼顾你的枝子 这树已经被火焚烧 对不到看法 脸上怒容灭亡了 等等 然后愿你的手 扶持你右边的人 学者们认为 这个右边的人 是指以色列 根据文脉 然后这个仁子呢 仁的儿子 是一般性的概念 不要这个 马上就直接联系到 约翰福音 仁子来了 马克福音 十章四十五节 然后仁子来了 仁子要被卖 直接联想 没那么快 这里面是一般性的 先考虑到一般性的 就是仁的儿子 就是我们这些卑微的人 凡夫俗子 以色列百姓 你所兼顾的 你所立约的 你所扶持的 求你来拯救 这纪念 这是你自己的百姓 当然 更近一步 我们看到 从新约的视角来看的话 以色列百姓的失败 最终 那个真以色列 耶稣基督来 他成就了神的职业 正因为他 使罪人与上帝和好 十八节 这样 我们便不退后离开你 因为 你的恩典 你的怜悯 你的眷顾 你收回了你的愤怒 你使恩 眷顾我们 兼顾我们的手 我们才不至于退后离开你 求你救活我们 我们要 我们就要求告你的名 你救我们 你使我们回转 我们便求告你 我们便 礼拜你 耶和华 万君之神 这里面我前面没有解释 耶和华是恩约性的名字 反复强 万君之神是指上帝是军队的元帅 上帝是战士 为我们征战的神 拯救的神 统帅 有天军天马 为他支配 是有大能 大有能力的神 万君之神 亲自为我们征战 使我们回转 拯救我们 用你的脸照我们 发恩典 施恩给我们 我们便得救 所以世人带着这种 回顾神的恩典 回顾描述现在的惨境 对现在的惨境 痛苦的描述的同时 也反思 如今遭遇惨境的根本原因 是因为我们的被盗 然后他就是求神 回顾神过去对他们的恩典 然后他就悔改 求神怜悯我们 让我们回转归向神 然后求你转向 施恩给我们 不要向我们发怒 我们便得救 我们便得火 用你的脸光照我们 我们便得救 所以诗人非常神学 非常深邃 他懂得神的恩怨 他非常敏感 他对现在的处境 做出了正确的判断 知道现在的光景 是因为我们的被 你上帝在审判发怒 同时他对神的怜悯 恩典 过去的恩怨 又非常的有信心 因此回顾神的恩典的同时 带着悔改的心 求主转脸 施恩怜悯 我们不要发怒 我们回转 使我们回转归向神 你施恩拯救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得救 施恩的神学非常健康 他能够将他对神的认识 在自己的处境当中 灵活的去使用正确的回应 正确的去利用他对神的认识 去解释自己的处境 然后又做出正确的回应 这就是正确的信仰 今天我们如何在我们的处境当中 做出正确的诠释 正确的去理解自己的遭遇 做出正确的反应 正确的祷告 正确的态度回应 依靠寻求神 这个是很重要的 祷告就是我们 对神正确的信心的回应 我们以后基督教要义 学了基督徒自由之后 我们就马上要学 祷告的主题 所以盼望弟兄姊妹 我们的生活当中 固然我们有很多的软弱 疲惫无力 但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如何去正确理解这个问题 我应该如何反应 我应该如何在神的面前祷告 这是今天八诗篇 给我们带来的教训 读不懂诗篇 我们如何过刚强的生活 或者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真正领悟了诗篇的精髓 我们可能也会随着诗篇 过这样的生活的时候 我们的信仰 就会在恩典当中 被恢复的过程 得到医治的过程 即便我们是在 悖逆转离的过程当中 光景当中 遭遇灵性贫瘠的光景当 如果跟着这个诗篇 这样祷告的话 我们的心灵转向神的话 我们在神的面前 这样祷告寻求神的话 我们的灵 还能再经历那样的贫瘠和软弱吗 在今天的光景当中 让我们一同 效法诗篇这样的教导 一步步地追随诗篇的角度 带领我们 恢复 经历灵魂的复兴 回归吧 我们这个事情一起来祷告 五分钟 我们同心合意 迫切祷告 为你自己的软弱 为你现在的光景 主啊 我到底问题出在哪 求主 给我回管的心 使我回转 求主赦免我的罪 求主给我力量 让我真正 回到神所喜悦的光景 是的 我们是软弱 离开神 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但是我们不能 只是在软弱当中躺平 只是告白自己的软弱 为什么软弱 不是因为神 而是因为我们自己 我们转离了神 离神太远了 主啊 使我的心转回 为我造轻的心 主啊 使我从心得利 主啊 让我真正爱你 主啊 让我明白你的旨意 主啊 让我真的照着你的旨意去生活 求主兼顾我 回转 施恩给我 用你的脸光照我 搭救我脱离这种软弱和悲惨的光景 带领我过一个真正神所喜悦的生活 我们这个时间一起来同性和业的祷告 慈悲天父 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这个时间我们在你面前祷告 主啊 我们的软弱都是 不是因为你不爱我们 不是因为你的恩典不够 但是因为我们转离你 我们背离光 主啊 我们沉迷于各样的私欲和艳乐里面 我们的心常常不清洁 不专心跟随你 我们的心里面 常常有各样的欲望和私欲 贪婪和罪恶 主啊 我们常常有各样的野心 偏心己露 神啊你知道我们的本性 你知道我们的顽梗 背腻 我们真的如同野驴 在旷野当中肆意奔跑 我们真的如同 主啊 淫妇 我们主啊 不专心爱我们的信郎 主啊 我们真的是 是拜偶像的 我们心中留各种无形的偶像 主啊 各种价值 各种目标 各种欲望 支配着我们的人生 掌管着我们的人生 而不是神的旨意 而不是神的那个荣耀 而不是神的喜悦 主啊 求主来怜悯和带领我们 主啊 使我们的心向你转归 光照我们 让我们真正认清 我们现在光景 根本的原因 求啊 让我们回转归向你 带领我们真正的悔改 不只是认罪 也求主赐下恩典和力量 使我们能够转离这些恶道 主啊 回归正常的生活 正常的心态 正确的状态当中 主啊 求你使我们回转 求主 使我们这些被盗的百姓 重新回转归向上帝 上帝 求主赐给我们力量 求主给我们爱你的能力 给我们顺从你的力量 给我们 保守我们 有过专一清洁的心 藏在你里面 保持警醒的状态 让我们的心灵专一 求主 亲自来面和带领 与我们同在 我们真的需要你的恩典 愿你转回 施恩给我们 用你的脸光照我们 施恩给我们 使我们心里的力量 刚起来 使我们心里面充满 你的恩典 让我们因着你的高油滋润 让我们心里面 满得你的喜乐和力量 让我们更好的 被你的爱吸引 主啊 让我们心里面 充满从你而来的喜乐 因着与你和睦 和好 顺服你的缘故 主啊 让我们常常 在你的里面 经历这样的平安和喜乐 求主带领我们 胜过世界 胜过罪恶 虽然活在这个世界 却不被这个世界 所束缚而空 虽然活在 主啊 短暂的这个人生 却为着永恒的 真正的神所喜悦的价值而活 求主来帮助我们 教导我们 当行的路 教导我们走正路 求主顺免我们 一切的过犯 主啊 你怜念我们的软弱 除去我们一切的疲惫 疲惫 主啊 真正让我们 尊主为大 真正让我们告白 以基督为诸行 主啊 去生活 真正让我们心里面 尊主为大 求主让我们心里面 在我们心中 做亡掌权 求主的话 时常光照 教导我们 主啊 除去我们 昏昧的行 欲晚的行 除啊 除去我们的 顽梗和悖逆 和偏心记录 求主怜念我们 不要任意 往为偏心记录 求主带领我们 回转归向上帝 上帝求你 施恩怜悯我们 与我们同在 我们真的需要你 我们离开你太久了 主啊 求主 使我们回转 归向上帝 主啊 饶恕我们 一切的过犯和亏欠 为我们造清迪的行 赐给我们恩典和力量 帮助我们过真实的 爱你和敬畏你的生活 求主将你的道 教导给我们 让我们时常 活在你的面前 活在你的光中 活在你的恩典当中 活在你所喜悦的旨意当中 求你掌控我们 引导我们当时的道路 我们的人生都交投给主 求主为你自对面 来使用我们 照着你所喜悦的 塑造我们 主啊 按照你所喜悦的 呼召使用我们 装备我们 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 无论是你给我们的 什么样的恩赐和才干 学习什么样的专业 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和侍奉 主 你都照着你的所喜悦 来引导我们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你作王掌权 你成为我们的人生 目标和目的 你成为我们最高的价值 和侍奉的对象 追求的幸福的 征集的目标 求而主请的来带领我们 愿你成为我们的满足 愿主引导我们 与我们同在 愿主连绵和带领 我们弟兄姊妹 个人的问题都知道 求而主连绵 那些心窍没有打开的 那些还不认识神的 那些不冷不热的 那些在外漂里流荡的 迷失的灵魂 那些昏睡的 主啊 那些 主啊 在软弱疲惫当中 无能当中 却不知道问题所在的 主啊 求主光照和怜悯 求主引导你自己的百姓 带领你的百姓 回转归向上帝 上帝 求主 世人怜悯与我们同在 我们真的需要你的恩典 求主捐过我们 与我们同在 求主圣灵亲自做工 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求主加给我们力量 让我们真正过 荣耀你的生活 讨你喜悦的生活 保守我们 藏在你的里面 保守我们 藏在你的里面 世人怜悯我们 愿主亲自 使我们这些流浪的 迷茫彷徨的 回转归向你 求主使我们 带领我们回到你的面前 主 求主引导我们 与我们同在 求主看顾 世人眷顾 听我们在你面前 同心合导 予以祷告 也求主纪念我们的国家 怜悯我们的国家 在那些困苦当中的灵魂 怜悯他困苦的灵魂 求主带领教会 能够恢复正常 让教会能够 真正有健康的教会 医治教会 主啊 除去一切的混乱 恢复正常的 健康的信仰和智力 主啊 让教会能够在 基督里面 有正常的和睦和平安 合一 求主来怜悯和带领 让教会真正在世界当中 起到光和炎的作用 真正成为瞎子领路的 主啊 黑暗当中的光 上帝给这个绝望的灵魂 能够透过教会 能看见希望 上帝愿主怜悯和 恢复教会的荣耀 恢复教会在社会当中的 作用和光作用 求主来怜悯和引导 带领我们的国家 走向正轨 主啊 让公义和平安 公平在这个国家当中掌权 让我们的国家 也能够恢复正常 无论是国际关键 经济方面的 还是治理方面的 各个方面都交通给主 求主来怜悯和带领 使人听我们 在你面前同心合一的祷告 晚上休息的时间 使我们的身体和灵魂 都能够重新得力 愿主你祝福你 记得儿女 大家就听他们的祷告 谢谢主听我们 同心合一祷告 如此祷告奉口 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